Splitter的方法 Splitter之後的話 他回來的結果會是一個正列 因為切割的話 切割完之後他一定會是一個正列 所以你要用一個變數去接 接到的一定是一個正列 正列裡面不只放一個東西 他可能放一個 可能放多個 你在利用一個叫for each的敘述 for回圈裡面有一個叫 一般的範圍式 一個是for each 是 裡面的每一個正列裡面的每一個 一個一個幫我搬出來 然後搬出來做什麼 再幫我寫進去 你可以多個k 那k放一個 第一次就放2 那以後的話就k加1就好了 OK 所以其實 就是這樣的方法 可以幫我把 全部 一次按下去自動幫我切出來 程式雲端上有 這邊還在跑 OK所以這邊按一下他 全部ok了 至於程式雲端上 各位可以參考 另外就是說呢 做完之後 你才有辦法針對這個欄位 去統計說 這個項目有幾個 當然 比較笨的方法也許就是說 比較不聰明的方法 你當然可以把它排序一下 全部都放在一起 可是這樣不太好方法 可是問題要怎麼樣去把這個項目 給 做出來最快 其實當然最快 你可以把這個範圍 定義成一個名稱 像剛剛我們公式裡面 從選舉範圍接的頂端列 這個 定義過了 把它蓋過去 這個叫做 負選題的分割結果 你再來可以做 做用什麼 你可以再來用那個 這個比數 你可以用count if count if他 有沒有 所以插入函數 這個好像在入門班裡面我們也 特別強調 你可以用count if 這個函數 count if什麼呢 range就f3 跟他講 你到這邊找 找什麼呢 找這個東西 他的數量是幾個 有沒有 點兩下 或者向下填滿 就馬上出來了 其實這個圖表是因為 他的 來源 來自於他 所以他變動 他就跟著變動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因為時間的關係 可能就 先講到這裡 這一題的話 也許當成各位回去的一個 練習作業吧 然後你們回去看下一次上課 我們就比較 快速的再帶一下 所以 大概知道重點吧 主要也是多學一個叫for each的一個 去述方法 因為for回圈 還有兩種 一種是 for i 等於哪一個到哪一個 一個就是for each 主要會用在就是把什麼 把一個陣列裡面的所有資料 逐一的抓出來 我們就用for each的這種敘述方法 這個我想下一次再來看 今天的話就先講到 回去的話 我又把影片也錄下來 所以 你們回去就是把你可能 比較會有問題的部分 再重看過 最重要還要實做 做完之後 一定要熟練他 熟練的話 沒有別的訣竅 就是盡量用在你工作上 不算會用到 尤其是那個分割工作表 有沒有 把它 太多地方可以用了吧 我想 因為這個問題也是 詢問度超高的 每個人都在問怎麼做 我今天已經跟你講很重要 而且那個range.copy方法 那個實在太好用了 很多人都還不會 還要一個一個 複製 太麻煩了 要不然 我拍很多書裡面 還教你用錄製劇集 錄一堆 根本完全沒用的東西 找不容易寫一行就好了 OK